回到蓝轩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四 我们的阅读单元 好那今天的阅读单元 是蓝轩选书 在今天我们要选的一个书 我们跳脱一点点 这个现实的世界 因为现实的世界 目前看起来是真的还 蛮混乱的 然后也让他觉得还蛮沉闷的 因为疫情当道 所以让我们的想象力 释放一下 奔驰一下 所以我们来读一个科幻小说 这个科幻小说 是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很少全球挤大 跟科幻小说相关的奖项的 一个很厉害的得主 这个奖项包括什么 渝国奖 星云奖 鬼机奖 而且最特别的是 这个作者他是 台湾留学美国的 留学生的孩子 他叫做江峰南 江峰南我想若喜欢看 科幻小说的朋友 应该对他非常的熟悉 他先前的那一本 第一个拿下这个星云奖的 叫做你一生的预言 已经改编成电影了 他现在最新的这本书叫做呼吸 里头也有好多篇小说 他都写中短篇小说 他也已经被好莱坞买下了他的版权 里面真的很多很精彩的故事 你真的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想象力真的是天马行空 实在是太太厉害了 什么叫科幻的顶尖人物 OK好 所以我们在现场邀请到的 那就是呢 这鹦鹉罗出版社的 总编辑陈宗生 打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 中生早安 来 蓝军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OK好 这宗生来过我们的节目 很好玩 下次艺人总编辑 校长间撞中 自己翻译 自己找书 自己翻译 自己出版 还要自己规划行销 然后写文案 但是因为代表的就是说 所以你选的书 一定都是你自己很喜欢的书 其实我这出版社 算是个人色彩非常重 然后你知道 其实科幻这种类型 在出版界有一个笑话说 那叫做票房读药 这样子吗 对 台湾的文学读者 其实有70%是女性读者 然后女性读者 限天上她对科幻那种东西 是蛮排斥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从人家从你的反应 我就看得出来 因为好像说 你必须要很懂科学 然后精通数学 物理化学 你才有办法读 科幻小说 一般对女性读者 对这种科幻 有一种错误的想象 那真的是有错误的想象 所以她们不太愿意去接触 你从小读那个泥框 你会知道说她完全不需要 你完全不需要什么数理 什么数理的知识 我的数理超差的有没有 等我超来看泥框的 那那就好 那你就不属于那百分之70 真的 70的文学 是台湾的文学类的小说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是市场的主流就是了 那真探呢 感情层面的 或者推理小说 可是科幻小说 可能就是很多读者 对他有一种 所以你就有小说的 中意象 OK 你是一小说来说 有文学的 文学比较感性层面的 然后侦探的 侦探跟推理的 也还算是OK 对对对 很受欢迎 那个在台湾很有市场 可是科幻就很冷门 科幻很冷门 可是对 就不知道 但是问题这些年 坦白讲 我们要讲的就是 重点在于江峰南的小说 我觉得他的科幻 不是到那种 你抓不到的 然后呢 就是说不存在的 不可能发生的科幻 它是那种 你觉得就在我们的眼前吧 所以我其实 有时候觉得 它有点像寓言小说 就是说 因为它中间搭到了一些 我们正在发展中的科技 所以像这本呼吸里面 我刚才在跟这个 中生在那边算了一下 它这本小说 它不自己发明了多少东西 这些东西呢 你以为很奇怪吗 其实都没有 都看起来好像 眼前就已经 类似可能 比如说 虚拟生物 虚拟生物 这个小说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机器人 在他的小说里面 哇 那个机器人进化到呢 其实这本书里面的 一篇文章 就是他写的 没有要开玩笑 意思就是这样 他用第一人称去写它 写那个文章 说这个故事 是一个机器人 那中间还包括了 像是我们一直在讲说 譬如说 戴头盔 虚拟湿镜 这头盔呢 可不可能是一个眼镜而已 所以呢 Google不是在推眼镜吗 对 这眼镜里面呢 你搞不好 你可以看到一些 什么样的东西 电影里面也都有 它里面也发明一个叫做 虚拟视网膜显示技术 以后呢 以后你要Google什么东西 你不用什么上网 不用拿手机去Google 你在眼镜里面扎一扎 然后呢 你就可以去查东西 甚至你要心里头想 你心里面只要动念哦 他就把你查出东西来了 把你记忆搜寻出来 其实他这个东西 其实他有点像Google搜寻 可是他是搜寻你的记忆 影像 就是在这个 他使用中的东西 有一个前提就是 每个人身上都配一个 摄影镜头 他会把你生命中的 每一刻都记录下来 他其实是在探讨 那个人的记忆 跟那个真实的记录 之间的差异 像人 人的记忆有时候 可能会有残缺 可是如果你身上 从书生开始 身上有一个摄影镜头 他会把你生命中的 一些记录下来 然后你只要透过 这个视网膜显示器 他就会像Google 输入关键字一样 就抓出 那个事件的某一刻 可是这个故事 他其实在探讨说 完整的记忆 对人真的好吗 所以显然 大家听得出来 这个宗正很投入 他对于每一个 这个江峰男 在书里面的发明 他都很有感觉 那我现在 只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这个江峰男的脑袋 有多好玩 多奇怪 所以我觉得我在看的时候 还有一个叫做 平行宇宙通讯器 简称平语讯 我们所有在探讨的 有趣的科幻话题 不管是 是不是可能穿越时空 我们有没有一个平行世界 我们以后可不可能 透过网络 我们可以养宠物 我们自己可不可能成为 半人半机器的机器人 如果是那个世界到来的时候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在他的小说里面 他都帮你再推 再推到更极致一点 或是再推到前面一点 然后所以我觉得 某个程度来说 我觉得他的小说有批判色彩 因为这些东西 他提了非常多的质疑 他让你看到 他到底好不好 你现在很多科学家说 我会带给你很多好处 然后就很多一些 遭到很多一些批判 他就演给你开 就说给你开 如果说这个世界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觉得呢 但有些人的疑虑 他可能也觉得说 其实没那么严重 搞不好还不错 对不对 其实他已经把 科幻小说 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其实科幻小说的发展 你从上个世纪的 1930年到1950年 这个时期 一般人称之为 科幻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期是科幻小说 创意最爆发的年代 最有名的作家 就是爱希莫夫 可能听过 机器人三爬者 就是他发明的 那个叫 银翼杀手 好多故事里面的 爱希莫夫的小说 那真的是 启发了无数天才 真的 我跟你讲 你说那爱希莫夫 他真的是启发科学家 他不是说 你不要以为 只是写小说 他真的就是说 这些写小说的人 他其实是启发 在科学界里面 更多 现在很多科技的 长逐进步 都跟他有关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科幻的想象 就是四季之争的发明 那你真的有去看 他的小说吗 我是没有 你说爱希莫夫 爱希莫夫是我的神 怎么可能没看过 他是你的神 我八月要出一本 他是毕生的代表作 真的吗 那那个时候 请你记给我看一下 因为我到处看到 爱希莫夫的三法则 机器人三大法则 而且他不只是在 小说界里面 或者科幻小说界 被拿出来 他就科学界 我是看很多科普书里面 提到爱希莫夫 他成就太伟大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像以后有去再讨论 他的故事 真的讲不完 那你要简单讲 他的三法则是什么 免得我们这样 勾了一个勾子 大家觉得很 机器人 简单的说 第一条法则 就是机器人 无论如何 不可以伤害人类 然后第二个法则 就是机器人 为了保护人类 有时候可以说谎 然后第三条法则 就是机器人 必须保护自己 可是前提是 不能违反第一法则 跟第二法则 对 所以很多很多 因为我觉得 这个话题之为讨论 就是说 现在机器人真的是 很可能会成为 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是早期科幻小说 描写的东西里面 但是他会不会 统治的世界 最有可能实现 已经很接近了 人工智慧 好好好 那所以OK 你说那个是黄金时代 那接下来呢 黄金时代 所以那个时期 那个最大特色就是 科幻小说 就是要预测未来 然后当然 他故事里人都 况且跟我讲 后来都变成真的 比如说 爱心某温的时候 写电脑 登陆月球 然后太空旅行 然后描写那种 人工智慧 你看现在是不是 一样一样的实现 电脑家户户户都有 每个人都有手机 那可是 你知道到了 21世纪的时候 因为预测未来 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因为科技的分工 越来越细密 而且 他是陷入很激烈的 商业竞争了 科技现在陷入商业竞争 所以 大家思考的问题呢 都已经不再是 人类的未来 而是说 我们要怎么创造 下一代的iPhone 就是科技商业化 之后的现象 然后所以 早期的科幻小说 写小说可以去预测未来 那现代的科幻小说 要写些什么呢 江峰南就做到这一步 江峰南的小说 其实最重要是写说 要引导我们去思考 新科技 对我们的生活 对人类的生存环境 和文明造成了什么影响 我们又该怎么面对 所以 OK 所以你中文明是觉得说 像爱新墨夫 那个时候 他可能是可以更大胆的去 勾勒一个 预测对一个未来状况 但现在坦白讲 未来就在眼前 我的感觉是未来就在眼前 而且他的未来没有到很未来 大概就是你那顶多 你再怎么预测就是跨 比现在往前跨半步而已吧 这就没有什么好稀罕的 所以其实就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 你还不如去探讨 就是说在这个很可能即将在 明天后天就成为事实的一个 可能的未来 他到底引发出什么样的一个人生 或是说在这样子一种状况底下的现实 道德上的挣扎也好 或是说在一些真真假假之间的一些问题 跟幸福 对不对 这样的探讨 像爱新墨夫 他们那个时代写小说 预测了很多东西 像太空旅行 可是他那时候预测的东西 我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实现 可是现在阶段 有几个重要的人 就爱新墨夫启发了几个人 像亚马逊的贝索斯 对不对 微软的比尔盖茨 还有特斯拉 电动的特斯拉 那一楼马斯克 这几个人从小 他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 他从小都非常着迷爱新墨夫的小说 都着迷同一本书 然后爱新墨夫就因此开启未来 他太有想象力了 对 就是说其实爱新墨夫影响了这些人 然后这些人正在改变我们的未来 是啊 OK 跟我小说不重要 对对 我在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 哇 这个江峰南的这本书里面 那么多的一些格西 可不可能未来就成为 我们生活当中一部分 我以后会不会在眼睛里面 可以直接的叫出 我小时候六岁那个时候 第一次学脚踏车的时候 摔个鼻青脸肿 到底是谁害我的 我觉得类似上这个话题 也譬如说到底以后 会不会有个时空之门 它可能不像是 过去大家想象中的 那我们电影 回到未来是一个时空穿梭机 已经被太多人打枪了 觉得它不太可能存在于 真实世界里面 对不对 而且可能去不会回来之类的 但是时空之门 可不可能存在呢 好像比较可能存在 用时空 因为藉由这种 时间旅行去探讨 生命的本质 对啊 OK好 所以我们休息会回来 就要来进入江峰南 在这一本 他的小说 呼吸里面的故事 好 看回来 好 回到来轩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 英武罗文化的总编辑 陈忠琛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 在这些年里面 等于是在 科幻小说界 算是横空出世的 这位小说家江峰南的 第二本小说 他是第二本吗 第二本小说集 他是第二本小说集 但是他都写中篇 中长篇小说 他写中长篇小说 他写了 他横空出世已经有30年了 可是他看起来没有那么老啊 快50几岁了 可是他写了30年了 他是写了总共17篇中短篇 没有写过半本 那个长篇小说 对 可是光靠是十几篇中短篇 他已经变成在科幻 怎么说全球科幻领域界的神 这是大家公认的 因为他的得奖纪录 没有人能超越 而且你知道很奇怪 我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很意味地发现说 因为电视里面 常常常重播一些电影 但我还发现 他怎么被改变的 怎么这么多 譬如说 你医生的预言就有 对不对 那里面我还看 一心入境 一心入境也是 对不对 对 还有呢 一心入境就是从 那个李医生的预言改变的 还有这个视网膜 这个技术的 我觉得我已经看到 一部类似 完完全全概念的电影 是那个谁演的 演偷情的 那个男主角演的 他里面就是演一个警察 他是透过视网膜的 显示技术办案 但他自己陷入了 类似的这样的谋杀案之类的 所以总而言之 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确实像 这个宗生说 他的小说已经在 科幻圈里面 不管是就 小说作品 我去做作品 他已经到了电影 就很多都不断地改编 他确实是 引领很多的风潮 他就是因为 那个 异性出镜这部电影 就是改编 从他的小说 倪医生的预言改编的 然后他现在已经变成 好莱坞的金童了 他现在已经有另外四篇故事 已经在改编电影当中 真的吗 都是这本呼吸里面的吗 还有前一本 倪医生的预言里面 里面也有 因为他其实 倪医生的预言里面有两篇 然后这本呼吸里面有两篇 所以像这一本呼吸里面 他就有接近十篇吧 九篇 九篇 那不可免除 因为如果既然是这种小说集 我们就要问 你喜欢哪一篇 每个我都喜欢 不过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的 就是第一篇故事 第一篇故事 那个商人与炼金术士之门 这一篇 就是有一个时空之门的故事 这篇故事里面就有好多故事了 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他好像那个101 就是阿拉丁神灯的感觉 天方夜谭 他有一种天方夜谭的风格 故事里面还有故事 没错 而且他就故事里面 有一个人在说故事 而且说故事的时候 他不只说一个故事 他说好几个故事 而且他是说给国王听 对这本书 他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一个商人 丽金桑桑 然后跟国王讲故事 对嘛 跟国王讲故事 而且他发生的环境 就像是天方夜谭的故事 他发生在中东 对不对 巴格达 对对对 那这个故事 他也发生在穆斯林世界 所以其实奇怪了 那个世界里面的情节 比较容易说故事吗 就是因为他想刻意去模仿 那个天方夜谭那种邪法 所以他会把那个时空背景 放在中东这个地方 而且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想到天方夜谭呢 因为天方夜谭 不是有故事是阿拉丁与四十大刀吗 对对对对 这故事当中故事里面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刀 对对阿里巴巴与四十大刀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刀 阿里巴巴与四十大刀 真的是搞混啊 这本书里面呢 也有偷宝藏的情节 它是第三个故事还是第二个故事 它其实不是偷宝藏 它是偷自己的钱 所以我们就要讲了 好 所以呢我也很喜欢这个故事 但是故事里面有故事 那就先让中生跟我们讲这个故事 从前在很久以前在巴格达 那个有一个炼金术师 就是他的这个老板 就是精通炼金术 然后上至天文下至地 让人很佩服 然后他的店里面有一座拱门 它是一个金属铁环 像一个拱门一样 然后你如果从右边穿过拱门呢 你就会到二十年后的未来 那如果从左边穿过拱门 你就会回到二十年前的过去 那么跨速一步呢 你就可以预知未来 然后也能够回到过去 可是后来有一个商人 就到他的店里面 看到拱门之后 他以为说回到过去 你可以改变一切翻转命运 可是事实上没什么容易 因为那个店主人 就跟他讲了三个故事 然后都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无论你多么的努力 过去和未来 都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如果你预知的过去 是你无法改变的悲惨未来 如果你回到了过去 却发现你当年住下的大错 却根本没办法重来 那这样的话 你还会想跨过拱门吗 OK 那店主人跟这个商人讲的 第一个故事叫做 一个幸运的自成师的故事 从前有个很年轻的自成师 叫做哈山 然后他跨过年志门之后 想看看二十年后的开罗 后来他到了一间 很豪华的豪宅里面 然后他见到了二十年后的自己 然后那个小哈山就很好奇 问这个老哈山说 你是怎么扭转命运 变得这么飞黄腾达 对 因为他制绳师只是绳子 只是在做绳子而已 对 编绳子的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穷 是一个只能维持基本温饱的一种工作 可是他回来居然变得飞黄腾达 他就很好奇 小哈山就很好奇 那老哈山跟他说 现在我只能告诉你说 你平常你去市场买纤维 买做绳子的原料的时候 你都是沿着黑狗街的南边走 可是你要记得 下次再走 要沿着北边走 不要走南边 小哈山都问他 这样做的话 我就会飞黄腾达 他说反正你照我说 我去做就对了 下次再来找我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了 然后小哈山就回到他的年代 然后他去市场的时候 虽然说走北边会晒到太阳 因为他通常走那边 就是因为怕晒太阳 他还是遵照老哈山的指示 然后沿着北边走 过了几天 他看到街道对面 南边南侧 有一批发疯了 踩死一个人 如果他一样去走南边的时候 很可能那个人就是他 然后第二天老哈山又穿过年之门回去找老哈山 然后他就问他说 那天你经过街道的时候是不是受过伤 他问老哈山说你有没有受伤 然后老哈山说没有 因为当年我也是听了年老的自己警告过 多好多多有趣 然后特别容易 所以那个那个时空之门已经存在好久好久了 你说你说回到未来 或我都到过去 其实说不定整个轮回都是一个大宿命 就是已经都注定好的 对就是你有多少个20年后的自己 提醒过自己这件事情 那很有趣 然后当年的我就是你嘛 对不对 然后你碰到了每一种状况 他我也都碰到过 但是我一直在想说 那所以初始到你如果不断往前推 都有一个20年后的你告诉我 提醒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那第一个是怎么知道的 他这个第一个是怎么知道的 这故事里面他后面就有提到 他是上帝吗 所以老哈山就交代了小哈山一些事情 然后小哈山都乖乖遵从 他平常都会固定在一家炸火店买鸡蛋 所以可是这次回去 他就没有去那里买 透过了一解 因为那家店的一栏鸡蛋坏掉 每个顾客吃都是生病 然后他额外买了很多那种绳子的大麻纤维 也储存起来 然后因为运送纤维的那个商队在路上耽搁 市场上原料缺货 所以整个巴格达只剩下他 只剩下他还有原料可以做生殖 然后就大发财了 可是他还是有点纳闷 为什么说老哈山不肯告诉他更多事情 一直很好奇 可是有一天小哈山在那个市场卖光的生殖 钱包满满的 然后碰到个小男孩 小男孩就钱包就被小男孩摸走了 然后他去追小男孩 可是后来旁边的人要把那个卫兵叫过来 小男孩听到有人要叫卫兵来 就开始哭起来 哭得很伤心 然后小哈山本来很生气 然后心里软就放过他了 后来他再回去找老哈山的时候 他说你为什么没有警告我 说有人会爬走我的钱包 然后老哈山就问通 难道你不喜欢你这次的经历吗 小哈山本来想思考否认 可是后来再改口了 他说我确实喜欢 为什么会喜欢这次经历 我觉得作者要说就是说 你在过程当中 他发现去原谅一个人 像是快乐的 他想到先知的教会 就是宽恕 是一种美德 所以他就这样做 其实这也代表说 他的本性是很高尚的 老哈山发现他已经懂了以后 他就说现在我要告诉你 这很重要的事情 回去以后你去租一匹马 然后去开罗西边的三角下 找一棵被雷劈过的树 树里下开始去挖东西 答案就出来了 他就挖了一口箱子 然后里面装满了金银珠宝 他一辈子没有欠过这么多钱 然后他就利用这些钱 然后开始高薪聘琴功能来做绳子 然后发了大财 可是乐善好事 然后过得很幸福 就成为20年后的老哈山了 所以你会觉得有没有像阿里巴巴 与四十大道 那一口箱子里面的珠宝 不知道哪里来的 所以这个故事到底说什么 我常在想 看的时候在想说 如果有那么个时空之门 通常会想要回到过去 或是说回到未来 你会想要去创造一些 有利于你现在自己的事情 或是去改变一些 曾经发生过灾难的片刻 但如果他告诉你说 没办法 宿命就是宿命的时候 就像刚才宗生说 那你还会想要进去看看吗 我会 我会想要知道说 很多事情的变数在哪里 我们先休息再回到现场 回到兰讯时间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鹦鹉罗文化的陈宗生 总编辑来聊天 聊这个在科幻小说圈的 宗生的说法是神 不是真的很厉害 不是我的说法 而是全世界科幻读者公认的神 这是他的第二本 这个小说集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 其实他很精彩 里面的第一篇就很好玩了 那OK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 里面讲了三个故事 我们才刚刚讲了第一个故事 好但我刚刚就在讲说呢 其实你会不会想要进去那个门 如果说你想要进去那个门 你一直想到的是说 因为江峰的描述的 这个故事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时间之门 并没有办法帮你改变未来 然后阻止灾难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你还会想要进去吗 我的想法是觉得说 就算是你已经知道结局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的过程 还是很有意思的嘛 那但是东正觉得说 如果这样的话 那可能你要一直等一直等 这个人生就会变得很悲惨 你这不就很像 他里面讲的另外一个故事吗 他那个叫做什么 资产师 对年轻的资产师 就是这个样子啊 资产师的故事 他就是这样子啊 一直等 进去了之后就发现 他的一辈子就垮了 因为他的一辈子就一直 陷在那个他看到的未来的他 对 这个资产师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资产师 然后他 他很羡慕第一个故事里面 那个哈山 他也去这家店找了个老板 然后他也撑过名师们 OK 然后他也去那个豪宅区 他到处找人打听说 有没有那个叫那个阿吉布的人 就他自己的名字成功的人 对对对 因为成功已经住了豪宅区的阿吉布 可是没有人听说过他 然后他觉得很奇怪 然后又回到他从前住的地方 结果原来他那个老阿吉布 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然后过着很贫苦的生活 然后就是穿了衣服 穿了破破烂烂 他觉得很失望 他本来因为 就完全不是哈山那个故事 对前面的故事 里面那个小哈山 他去找老阿山 老阿山给了 他很多指示 可是你他 结果你这个老阿吉布 混成这个样子 你跟我讲什么指示 有什么意义吗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不死心 还是在那边等 就等到那个老阿吉布 从房子里走出来 后面跟着他太太 然后走了以后 他很好奇 想去看看房子里面 是什么样子 然后从里面住 结果发觉 破破烂烂的 房子比他从前的住的时候 还要更破烂 就混很差就是了 可是里面他发现 他居然找到一口箱子 哇里面是满满的金币 然后觉得很奇怪 奇怪你有一整项金币神 你生活为什么 过得这么贫苦 对啊 为什么过得这么贫苦 然后他就想说 你既然这么不懂的用情 这个钱应该要交给 懂得用钱的人 他就把那张金币抱走了 好好笑 他就从未来的20年 偷了自己的钱 偷回到现在的他自己去花用 然后回到现在以后 他就娶了个 他爱了很久的女孩子 然后办了豪华的婚宴 可是有一天呢 他回到家 然后他老婆被绑架走了 然后强盗 强盗就跟他勒索 要一万个金币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啊 然后可是因为之前汇货太多钱 那想到说 反正你现在剩多少 你就交出来 你要老实一点 你不全都交出来 你太太就回不来了 他就很老实的 把钱都交出去了 然后他太太果然回来了 然后他太太一直有个疑问 我记得我知道 你本来很穷 哪来这么多钱 属金可以付属金是不是 他说这钱是人家给我的 然后他太太说 那有一天 你要还吗 他说这钱也不用还 然后他太太就很生气了 他说奇怪 婚礼的钱是这个人出的 然后那个 属我的钱也是这个人付的 那我到底是你的太太 还是他的太太 所以然后那个 那阿吉布就说 好吧 那你不要怀疑 我对你的爱 我会把欠这个人的钱 全部还回去 然后所以呢 从此以后 他夫妻两个人 就够个非常节俭的生活 然后拼命的工作 然后努力的存钱 然后存了满满的一箱金币 还给20年后的自己 等了20年 等着有一天 年轻的自己把这个钱拿着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 非常有趣 对 所以好奇怪 好悲哀 对 就好悲哀 就是明明有一整箱的金币 跟金银材 不能花 只因为他 他信总要对老婆承诺 我要证明我对你的爱 可是 可是因为这样子呢 因为就是他们过这种生活 明明有钱 可是又不能花 结果夫妻两个人感情 反而坏掉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故事 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所以我非常喜欢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叫做呢 妻子与他的情人 对对对 他还没在讲到 就是如果说 你走进时空之门 你遇见了你未来的自己 是一个更老的自己 那你会喜欢这个容貌衰败的自己吗 你显然不会 但如果说你回到过去 你已经老了 你碰到回到过去的20年 自己年轻时候的丈夫 你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以及自己年轻的丈夫 会是什么一个局面呢 他这故事告诉你是 年老的譬如假如我 回到 透过这个时空之门 看到了我年轻的丈夫 我爱上他了 对对对 我不喜欢现在的丈夫 他又老又胖又丑又肥 应该说也不是说不喜欢 只是说那种畸形不在 热情不在了 然后看到 就是看到 这个年轻时候的丈夫 到了到了现在 跟自己的丈夫见面 然后看到他 他太有意思了 这有点像是呢 有一个叫做 时空旅人之期 有点类似那个样 重点不在那边 就是说 如果说你爱上的 其实你说他出轨吗 他没有出轨啊 四次爷老公没错吧 是吧 很奇怪的故事 觉得很有趣 因为江峰南他的小说 每一篇都是在探讨 那种宇宙人生的大问题 就突然在这篇故事里面 穿在一个小故事 这么幽默 对 但我觉得坦白说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是这个感情 这个欲望 情感的这个事情 但我觉得他要讲的一个核心点在 因为我们常会讲说 如果说你可以回到未来 你会想要改变什么 或者说你进到了一个过去 我以后会被杀掉希特勒 就不会有纳粹大屠杀了 可不可能 但是就是说 以江峰南理论 他的理论 第一个不可能 第二个就是 为什么总会去想到 这么sade的事情 就是说是不是只有灾难的事情 你会想去阻止他 他可能可不可能 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 我觉得他里面有个好的事情 就是说 我因为爱上了我年轻的老公 后来我发现会碰到一些事情 我就去跟我年轻的我商量说 我们一起去救我们那个年轻的老公 对 他到20年后去找一个更老的自己 然后两个人联合起来 他参约了三个时空 就是我到了过去的20年 跟我未来的20年 我们这三个我呢 共同去帮助20年前的我的老公 因为他实在太帅了 类似这个概念 然后呢 就是他回到那个20年前 然后还去租了一个房子 然后跟自己老公 年轻的老公太厉害 对呀 太有趣了 我觉得实在是太 你说这个叫做浪漫吗 所以我在 因为他不是真的要去 真心去发展一个爱情故事 否则他如果去发展一个爱情故事 我觉得如果拍电影的话 那个年轻的自己 他的情敌 是20年后的自己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故事目前已经在改变电影 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他觉得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看你要走什么样子 一个你想要说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他这个小说的架构的安排 太有趣了 你可以走很多不同的可能发展 但他走的那一个发展是 我们刚刚讲到 他是 不过我觉得代表这三个时空的女人 他的品位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其实还是自己的老公 只是比较喜欢 只是还很回味 想回味一下 老公年轻之后的活力 青春的肉体 好种概念 我觉得实在是太有趣了 我们去演回到现场 像万能来会写出这种东西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英武罗文化的总编辑 陈中称来聊天 我们聊的是江峰南的 这本新的小说叫做呼吸 其实就像是这样子的 我们刚才在讲第一篇的故事 他里面有一段话就讲到说 其实巧合跟故意 就像是一张碧坛的两面 你可能会比较喜欢某一面 比如你比较喜欢解释说 这个是巧合 或者你觉得可能天注定 但事实上你没有办法一口咬定 哪一面才是真的 哪一面是假的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一直在他的书里面穿梭 就是说到底这是一个 自由意识底下所产生的事情 人类真的有自由意识吗 还是其实冥冥之中有个 宿命 宿命 有个上帝 有个怎么讲 这个宇宙洪荒时期的一个开拓者 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有一个无形的力量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他的少数年 不断的去出现 很有意思 江峰南算是 他可以算是台义作家 其实他有很强烈的东方思维 他有很强烈的宿命论色彩 你会发觉 他其实不太相信 人有所谓的自由意识 真的吗 但是你讲到这个 他在里面有一篇小说 我也很喜欢 他里面讲到的就是 他我就说 他是以一个机器人 原来他是一个机器人 就有一个人他在说 他发现他脑袋里面 出了一些问题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发现整个世界 已经开始失去平衡了 就是那个 始终怎么变慢了 对对对对 可是他描写 那个世界 其实是一个机器人世界 然后生命的原动力 是来自于气流 气流 他们脑子也是气流构成 他意识也是气流构成 而且所有东西都可以被设定 因为是机器人嘛 可以去被设定 所以他本来以为 他还不知道 他自己是机器人以前 他本来以为 他在想的一切事情 都是他的自由意志底下 在想的一些事情 但后来他知道 他自己是一个机器人之后 他说原来这个事情都是 被安排的 所以他后来就有一句话说 他就 然后这个机器人 他就发现了这个真相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告诉大家说 原来大家讲给所有的机器人听 原来是这个世界是这样子的等等等 但是他说我要传达给你们的讯息是 你们要假装自己有自由意识 否则的话呢 你们以为 你们就会觉得说 你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没有意义 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我们到底是有自由意识 还是是天注定 但是我们要假装 或是我们要相信 你要问我 我不会用假装两个字 我会用 我们要相信 相信 我们有自由意志 否则你这辈子到底要干嘛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他在里面很好玩的辩论 也是我看的时候 我后来用自己的心得 或者应该说 其实你就要忠于自己的心 做就对了 你根本不用去管说未来 没错 你不用去管结局是什么 你只要知道自己相信什么 你就可以活出什么 对对不对 这真正宿命论的重点 就在这里 对我家里面关注很多东西 所以他这样的讲 就变成说 他的宿命论 并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 他不是 对我自己会觉得说 他其实是 你还是很努力的去活 对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你说你看 科幻小说 其实不是在看什么伟大的科技 其实他真正的核心 还是在谈人生的哲理 一种人生命的奥秘 你要去面对你的处境 你要去面对你的未来 他讲的这些很人文的概念 对啊对啊 就像是那个 他第一本 你医生的预言 听起来像是预言 对对对对 像那部电影 2017年 他的 你医生的预言 这个故事改编成 那个疫情入境 得了八项奥斯卡入围 这是科幻电影史上 破天荒第一次 入围这个主流大奖 对 然后这件故事 他到底在 他在讲什么呢 其实欧巴马说 这 呼吸这本书 他被选为 欧巴马选为 2019年度选书 他非常喜欢 他说 江峰南的小说 它是科幻小说中的极品 探讨的是生命的奥秘 深情动人 那 科幻小说 怎么深情动人呢 第一篇这个故事 你医生的预言 他就告诉你 因为他这个故事讲 比如说 有一天那个外太空 外星的生物 飞行体出现在地球的轨道 然后就是 在地球 全球各地放了一种通讯器 然后 外星人似乎没有什么敌意 然后 剩下来的问题是 他们要跟人类沟通 他们人类要问的问题是 他们为什么要来地球 然后 那应该找谁 先找谁和他们接触 然后 当然就是 谁有能力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 军方就找上了 语言学家 语言学家是一个女的 然后 所以他这个故事 其实他就在探讨 语言和沟通 然后 也要跨越语言障碍 去正确理解 对方的 想法 正确的沟通 有多么重要 又多么困难 你看看 在这个故事里面 语言学家把一个 外星文字 解释成武器 事实上 他真正的意思是工具 外星人来 他是要给他们 可是 一个错误的翻译 你没有理解 理解他的文字 你会造成什么灾难 所以 沟通 在 不要说人跟外星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 不是也是一样吗 然后这个故事 为什么深情动人 他有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 就是刚刚那个 蓝炫刚刚提到 探讨说 你如果预知未来 那你要怎么面对 命运 然后这个 故事里面 这个语言学家 他学会了 他学会了外星的那种文字 他外星的那种文字 他其实是种奇怪的符号 他是打破了时间的繁离 他可以同时知道 现在过去和未来 是同时并存的 所以你学会了这种语言 你就已经知道了未来 所以那个语言学家 他就开始 知道了他自己的人生 你知道吗 对 他有一天会会有一个女儿 然后他以为 他的女儿会死掉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导致他很胀不离婚 可是他还是决定 跟那个人结婚了 也剩下了孩子 虽然说 失去女儿是一种煎熬 可是你想想看 你在陪伴孩子 从长的过程中 那种点点滴滴 又多么甜蜜 对不对 那其实生命 都是有备有喜 然后一个完整的生命 有快乐 一定也有痛苦 那就去拥抱生命吧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真的 所以就像刚才 这个宗生讲到 他那个一开始的故事 就像故事的概念 贯穿了他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 目前包括第二本小说 里面的故事 都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里面 有可以刺激我们去想 去思考我们的现在 不管就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人跟人的情感 或者我们去思考科技 对于对我们的现代的人类文明来说 我们的处境 对 是什么样的局面 我们要如何的去拥抱科技 或怎么去面对当中的一些争议跟伦理 好啦 所以总而言之 是很好看的 一本小说 谢谢 非常谢谢陈东正在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蓝薛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